喂,干总 这老房子不是要塌了吗?你在这里干嘛呢?不危险啊? 是要塌了,我要从今建房子啊 你想在这里建房子啊?是啊 哎呀,现在在农村建房子有什么前途啊?你要到城里面去买房啊? 啊?买房啊?是啊 买房没有钱买啊?哪里那么多钱买房啊?上百万啊? 哎呀,你这个有条件要干,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干 现在年轻人啊,哪个不到城里面买房啊?对吧? 你去买房,买商品房,那是取现救国,你懂不懂啊? 啊?取现救国啊? 就,我就不懂了 那你说给我听听 你平时抽烟吧?对吧?抽啊 那你知道一包烟十块钱的烟,交的税是多少吗? 不知道啊?大概六块左右 反正,也就说了,你一包烟 大部分都是税,对不对啊? 你知道交了这些税,国家才能拿这个税收啊,去建航母啊 去搞国防建设啊,去搞基建啊,对吧? 那是抽烟,它也是取现救国 你想一下,一包十块钱的烟,有大半都是税的 那你想一下,你买一套房子 五六十万,或者说五六百万啊,那得交多少税啊,懂不懂? 你看你交的这些税,那不就是国家啊,就可以拿去搞国防建设了,对不对? 搞各种基建啊,建公园啊,啊,搞基础设施啊,对不对? 啊?你看,前面这十几二十年,我们的那个经济高速发展 大部分啊,这个经济来源啊,都来自于房地产 现在这个房地产,这个房子啊,人少人买了,是不是? 这个,这个经济呢,就面临着压力了 啊?你想一下,以前呢,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 很多人买房子的时候,那个,哎,财量收入也大 啊?那国家也增设了很多岗位,是不是? 是不是?交聘了很多,那个,啊,为我们服务的人 那现在,是不是?那些人还是那么多 他们啊,平时为我们服务,他也是要发工资的 那些在岗位上的人 你想一下,现在房地产低迷了,是不是? 那工资,啊,也是要发的 你不去买房,那些人怎么发工资呢? 对不对?还有那些航母怎么下水呢? 啊?是不是? 国防建设基建怎么搞啊? 你必须的买房,买房就是取钱救国 还有抽烟,尽量抽贵一点的 懂吗?这样子啊?是啊,你没有,没有钱,你去想办法搞钱啊,现在啊 搞钱,只要你肯努力,都可以搞得到钱啊,是不是? 那么多人都,人家都搞到了,你搞不到,那你要反思一下啊,对吧? 不要在这里建房子啊,我建议你啊,你看 在农村建房子啊,没什么前途的啊,一定都去市里面,去跟那些啊,有钱人啊,那大老板啊,身边都是那些有钱的啊,你自然而然有句话怎么说呢? 禁租者是禁墨者,是不是?你跟着有钱人在一起,人家赚一千万,你赚一百万也行啊,你在农村啊,天天跟这些农村那个种地的啊,今天跟你商量怎么去省两毛钱,明天跟你说怎么去种点什么菜啊? 啊,那个,赚不到什么钱啊,啊,没前途了啊,照你这样说的话,要去城里买房,必须买房,那我只能勒紧库又带去买房了,哎,去找青毛好友,借钱也要买了,没有啊,我听说,现在可以贷款一百年了啊,那就是,那还不是支持你去买吧,是啊,啊,有各种扶持政策了,你放心吧,先去贷款吧,是啊,是吧,勒紧库又带,一定要冲向现场,对,找别人了解一下,啊,一定要找,找别人了解一下,啊, 你看这种房子,啊,赶紧找吧,危险了